哈喽兄弟们 今天知道我要干啥吗 今天这位老板找到我说要给这只野生三侧雷龙拍本书 老板他打算拍本夜战加高级必杀来咱们废话不多说 先给老板干上去 先看一下老板宝老板那有点实力的 宝贝都非常牛逼啊 昨天的就月卡先安排了 然后看老板这宝贝也非常牛逼啊 然后老板今天要叫我帮他拍这本雷龙 先陪人拍本小夜战 然后再搞本高级必杀来夜战先给他老板拍上去 老板说拍上去先看看啥情况 不掉特殊的话 继续高级必杀补上去 来那废话不多说兄弟们见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这是野生的 来老板就是投铁就是硬干 来 来还321你就给我炸进去兄弟们 来啊 这 嗯 高价值是低等级小夜战打不了啊 兄弟们 然后不过没关系啊 老板也是个急性子 老板说夜战打不了 高级必杀先给他嘴上去再说 来 来咱们稍微挡一下吧 千万不要掉这个三特殊啊 兄弟们稍微挡一下 三特殊咱露一个小防御 来 玩归玩 闹归闹 会所里面别拍照 我丢三恶还在 好消息 神迪还在坏消息 龙幼还在好消息 米街还在坏消息 最后 完蛋了 给老板抬走了 善恶高臂加龙幼 夫妻给人家解没了 老板说这个要是打成这样的话 掉特殊的话 这个就算了 夜战就不补了 啊 这个本来准备高币高偷夜战啥的 兄弟们点赞关注加评论 然后主要点至第一个作品 看一下150未见的瓜分机会 还有兄弟们有这个提供这个素材的可以自信我啊 资源 谢谢大家了